后悔,我妈就后悔,我妈之前去年就一直在说啊,我以后也不会来台湾了,结果今年自己说,说我早知道就去台湾了,说在这待着,我以为我直纽就在那里了,后来我发现没在那里,我担心那个点还是发生了。 哈喽,家众好,我是大瑶,哎呀,我这今天一大早一大早就被我妈吵醒了,因为啥,因为啥,因为我不是拍了一个年菜的一个业配吗,如果有需要年菜的就是可以去我昨天的影片啊,那个置顶链接,我今天把置顶链接再发一下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然后我就 我妈就,我每天坚持跟我妈聊天半个小时,就不管我再忙,我都会抽出半个小时,就跟她视讯啊,聊天,或者微信这样子聊天,然后我也会定期给她买一些水果啊什么的,我妈也会说,哎,今天水果又到了,今天什么买的带鱼又到了,从网上买的,然后那天我跟我妈,我妈就问我干啥呢,我说我啊,我说我昨天啊,跟我接了一个那个年菜,就是去年咱们吃的那个,我说我今天有接 他们家的这个广告,我第一个人说业配,我妈不知道是业配是啥,我说广告,说那你从哪做的呀,我说我没从家里做,我说我们家乱七八糟的,我说我去那个,我妈也认识那个阿姨啊,我说去那个阿姨家拍的,我说我还请阿姨帮我友情出演啊,我说阿姨还打扮呀,就跟她说的很开心什么的,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我妈说话越来越不对,我说我妈怎么有失落感呢, 然后我就问,我说妈您自己一个人在家呢,我妈说啊,我说 我说当初不是说,就是说我侄女,我说跟您去那个 楼房住吗,我说怎么就您自己一个人了,因为她那楼房其实还挺大的呢,你知道吧 然后她就说,就住了几天,就没跟我这住了 说老去她外婆家了,就偶尔回来 换个衣服,十多天都不回来一次,我说那您没 因为我妈那个楼房离那个村子没有多远,我说您没回村里边找我三姐她们聊天去 说也不爱下去,我都说,说除了出去买点菜,就说我就几天几天不下楼 我天天,是怎么说,天天晚上五点多,说我也不开灯,说我开灯怕飞电 说我就天天晚上五点多,我就钻被窝了,天一黑,她说我就钻被窝了,我也不出去了 说这楼房这边的人啊,我也不认识,我也不跟您聊天 就跟之前那个生活就完全两样 然后我妈就说,说这个失落感特别严重 最后说说来点酷了,说什么,说那个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了 说你说这要是妈在台湾是不是能跟你一起拍年菜 这个做饭,然后跟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过年这个感觉的,说还能帮上你 今年就自己一个人在家 其实我跟你们说,今年她的春节,就是注定就是会比较弱 其实是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没有想到就是 就是本来哈,今年我就是没有打算 我妈就是没有打算要过来过春节的 然后当时心里边也盘算着就是特别好 就是今年是可以搬到,那新房子装就好了 会在新房子住,就奈何我哥我嫂他们就是不装修 就是不装修你知道吧,那我也不愿意再去出这个钱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甚至没装修,所以我妈就是以为 我们都以为今年会在新房子过年啊,也很热闹哈 因为结果事以愿为,不是这样子想的 那我想说那这个楼房搬进去住的孙子或者孙女什么的 第一开始说的好好的,说一起陪着住 结果也不是那样子,我妈就一直说自己老了,自己有失落感 其实我突然之间特别心疼她 但是今年我又没办法陪她过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婆婆去世了 我不能让我公公有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吧 因为这要是一走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大家庭还好 但是我们的小家庭,如果我,比如说带着我女儿回去过春节了 这家里边少好几个人一下子,这太失落感了 我不能说只顾我妈,然后我不顾婆家,对吧 所以今年就想着就是带我公公出去旅游 也不想在家里,出去玩的话,比如说出国呀 或者说去哪里玩 我觉得,其实我公公啊,我公公这一辈子没出过国 就操心赚钱了,就是这样 所以想带她出去走走,让她抚平那种失落感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媳妇还是女儿 你都要平和一下,你知道吗 不能只顾一头嘛,然后我妈也很理解 然后我本来就,我就特别后悔 我就说,我早知道就把我妈,就是今年就给她办过来 就让她在那边再过一次年 明年我哥他们再怎么渗,也装修了吧 就是我已经明白了,我就是不出钱了 你不能都不装修,对不对 他们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妥协 就是说明年开春了,看怎么样是装修了 就是没有想到这种局面 你们这是老人吗,这种感觉吗 就是,尤其是我妈,她觉得说 前两年她来台湾,哇,跟我出去拍影片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女儿出去工作的时候 我还可以就是可能帮我,帮和乐成呢 做一点饭呢,她觉得她特别有用处 尤其是我每次都跟她分享 我说,因为我妈不认识什么字嘛 我都说,我说妈您看,这么多人喜欢您 我会给她看留言 我说这么多人喜欢您,关心您 都特别爱看,爱看您拍的影片 其实第一年我妈来,我天天带着她拍影片 提高了很多粉丝,因为我第一次破10万 也是我妈来帮我破的嘛 然后她就很开心开心 哇,觉得自己很有用怎样呢 第二年呢,我就没让她那么拍影片了 然后我妈还问,你今年怎么不像之前 带着我那么拍影片不勤快了呀 说你之前走到哪都是把自拍杆拿起来 就拍,今年怎么不拍了 然后我就跟我妈讲 我说,其实第二年我妈来的时候 第一,身体已经明显没有去年好 就是前一年好了 我就跟我妈讲 我说,我说我不想给您很大的压力 然后不怎样的 我说,我就正常拍 我隔一天编辑一个影片 我说,还有一个就是我有别的工作 最大的一点就是 我其实也很怕 就是觉得人烟可畏 我说,虽然说很多人喜欢您 我说,我还是想让您好好地休息 就尽量就是,如果有想到合适的 您就出个街 我说,我也不想让您累到 我也不想让人家觉得说 我一天到晚的看我妈 看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说,那个人眼可畏 我还有就是说,有一些 就各种帽子扣下来 我说,也不想这样子 我说,我的出发点就是 我想接您过来 过来这边,过冬天 然后可以开开心心热闹地 就是体验台湾的生活 体验台湾的春节 我说,我的出发点是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当,虽然说不在意别人说的话 但是其实有一些人到处去传 其实也会很难听 因为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会传着传着就变味了 然后今年呢,就没办法过年 结果妈妈那个失落感就还严重 她说,你看 去前年一大家子一起过年 跟你婆婆他们 去年咱们体验了 去那个餐厅吃那个年菜 好几千人一起过年 开眼界了 因为我妈妈讲话就是开眼界了 这辈子都没有 就是这样多人一起过年了 因为我妈她是一个非常传统 其实我们北方,中国大陆的北方也很传统 其实春节的话 可能最近这些年有会在外边订餐厅 但是大多数还是在家里边的你知道吧 所以她不像台湾是 哇,原来她第一次看到 原来还可以这样过年 可以这么多人 然后店家还会准备非常非常丰富的节目 去抽奖去怎么样 大家也吃了年菜 她觉得特别的新鲜 因为去年我也有拍嘛 大家有看 哇,她见世面了,见世面了 她是一个很 没有读过太多书的一个老人 她最大的一个优点 甚至她最大的一个能力 她就是生活经验非常的丰富 各方面了 但是你说如果说 她还是保持这种传统的 如果你要说 就是说那么多人一起过年 她还真的第一次看到 她也是 其实我妈是一个蛮能接受 就是外来新鲜事物的人 她是一个 如果经常看我影片就会发现 其实大洋妈妈 很会从生活系列中 看到一些不同 去体验一些东西 就是通过她的语言说出来 所以今年她失落感很严 很难过 她甚至后悔了 她说闺女啊 她说 尤其是我说 我那个拍年菜那个事情 她说闺女 她说 哎呀妈真是老了没用了 她说要知道 那个今年这么落寞 都没有人陪 我就 就再办一次了 我就再办一次 我就去 就是跟你去台湾过年了 我妈还能帮你拍个广告啊 拍个影片啊 哎 就在里面越说越落寞 最后我就想草草的结束这个话题 我就说 哎呀 我说 我再说下去 我妈又更难受 因为最后她有点带哭腔了 她就说 也不想出去了 就是在家憋到都不想出去了 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六七天不下楼 这不是我妈的性格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经常观看大摇影片的 大摇都说过 我妈自己也说 我到家里就像小疯狗一样 她自己形容自己是小疯狗 她一天都不会在家里待着的 你知道吗 她早上起来 她就出门了 到晚上才回来 然后结果今年 一上楼房之后 就立马 捐在那里了 她都不愿意出去 也不愿意回孙子了 当初也是说的很好 觉得孙子孙女会 会跟楼房一起住的 我说那就挺好的 就不会那么寂寞 结果根本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难怪我妈会有那种失落 她会觉得说 人老了没有用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 我妈离开那个村子 去楼房住了 会不会有个头疼脑热的 没有人知道 之前还有邻居啊 每天都在一起啊 我说还好还好 我侄子侄女会陪着 儿子习书不去 侄子侄女会去 我说还好还好 结果我还坚持 就是每天就是半个小时的聊天 或者一个小时聊天 我以为我侄女都在那里了 后来我发现没在那里 我担心那个点 还是发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有时候很晚很晚了 下班 我早上我还是要尽量早一点起 我来陪陪她聊天 就是因为我怕她 有什么事 就是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吧 其实搞得我也挺心情不好的 后悔 我妈就后悔 我妈之前去年就一直在说 我以后也不会来台湾了 怎样怎样呢 还买了一个台湾制造的东西 什么的留纪念 你们都看到了 结果今年自己说 说我早知道就去台湾了 说在这待着 就那个时候老觉得说 哪好都没有家好 就是台湾再好 它也不是自己的家 所以今年就楼上住 明年就是我哥他们怎么也得装修了 他不可能那房子老那么渗着吧 渗两三年不装修吗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没关系嘛 我说如果要是没办法的话 明年我就把您接过来 我说我明年就把您接过来 然后到时候一起 不愿意回去就不回去了 我说反正每年可以来这边半年呢 我说无非就是夏天 回去待半年 您夏天在他不装修 您在您那毛皮房住也没关系 对不对 我说冬天一暖一冷 我说我就把您接过来 我说真的没有关系 我说您也不要有负担 我说还有就是不要觉得 什么老了帮不上我了 什么如果妈妈在 就可以帮您拍年菜了 我说不要有负担 我说你闺女也不是一个 就是一天到晚的 接管告接夜配的人 我只是觉得那家年菜不错吃 然后我觉得CP值很高 把价钱给她压得很低 然后可以让大家吃到 喜欢的就是这样子 我说您不要觉得说 是怎么样 说搞得我还挺失落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只顾我妈 不顾我公公 你知道吗 不顾婆家这边也不可能 那可能就觉得说 可以带妈妈一起呀 一起出国呀什么的 你知道我妈妈是 中国大陆的护照王 而且她已经70岁了 她那个签证有很多 年纪大了70岁了 其实也不太适合 72了也不太适合说 带她去走一走 因为也不知道她的身体 就是能不能复合什么的 但是这样的呀 其实我妈的身体 没有以前好了 其实去年你们能看出 没有前年身体好了 她去年明显 她说话呀 反应呀 说说就忘 你知道吧 所以今年我还挺担心的 去楼上住了的话 反而没人陪人聊天了 我就说 我说您没事 您骑电动车回去呀 离那个村子 你走路才二十分钟 我不愿意出去 我就在楼上待着 天一 没有人跟说话 就玩个手机 天一 五点钟就钻被窝了 你想一想 这人都得憋傻了 你知道吧 我就在想着 我要不要这几天回去一趟 我回去哪 不陪她个几天 看看怎么也好 接过来是不现实了 今年是肯定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你知道半遮半那的 老太太自己说 我说后悔了 我真后悔了 我知道我就去台湾了 没想到 孙子孙女人家没陪 哎呀 就十天半个月 再回去一次 我跟你说 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说 我说 哎 说我侄子 说我侄女 你怎么不回去住 或者怎样啊 你怎么不陪奶奶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去要求孩子什么 哎 我跟你讲 这个跟 这个跟父母的那个 教育方法也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 你说 你有的时候 你要跟哥嫂说什么 说她们什么 你要跟她们微信 说怎样的 你也没法说 就是 我这个远嫁的 你说要回去吧 嫂子远近近盈的 你那个家还能进去 你说要一回去 你这嫂子跟你冷眼 那么多都不跟你说句话 你说这个家门你咋进 就像去年似的 就像上次 我回家 回家 就几个小时那次 就是 就是人家对你的态度 真的是很冷漠呀 那个 就是你在那里 其实也有一点 坐立难安的 你知道吧 实在不行 每年就是给她 接过来半年 大摇努力 大摇努力 多赚钱 用最几年 最快的时间 趁我妈身体还可以 快乐的 快速的积累财富 可以多陪伴她 然后乐乐大一点了 以后如果乐乐上大学了 她可能 就是更独立了 我就夏天没事 也回去多陪我妈两个月 然后冬天给她接过来 也只能这样子 所以看到我妈这样子 因为我妈说那个 哎呀妈老了 现在也帮不上你了 哎呀那句话 其实听了挺难受的 讲到我都想哭了 好了影片到这里了 我要去看医生了 身体又不舒服了 拜拜